虽然被骑到 一個最高的水 手下子 遊戲 程拇打 神尚 性 trivia 手下子 神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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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要怎麼塞進這酒隔壁 手指要被我塞 我們搬家到全身都傷欸 你們看我整個角度域情 不知道怎樣 哈囉大家好我是Karina 我今天呢終於要來拍我在波士頓的Room Tour 實施此刻應該是很多留學生開始要找房子的時間 就要說那我在Room Tour的後面 我會順便跟大家分享在國外或至少在波士頓 你可以有哪些租房子的管道 還有你可以考慮的條件 還有大部分價錢會落在哪個地方 所以要是想直接聽這些資訊的話就可以直接跳到後面 好那在Room Tour之前呢 我來給大家講一下關於我現在住的房子的基本介紹 第一我覺得我們這個房子的地理位置很好 就是離亞洲超市還有當地的Star Market 還有郵局地鐵站跟公車站都非常的近 所以很方便 我們到我們學校的Central 只要做三站地鐵站 然後呢再來是價錢 價錢呢這個一個月一個人 一千四美金 但在這一區塊是已經算非常非常平價的房子了 所以它有點比較像是老公日 但是我覺得它我想要的它都有 當然也有些缺點 然後是2V1V 就是兩間房間一間廁所一個客廳跟一個廚房 它的價這個月租呢是包含暖氣跟水 但電費要自己付 對以上就是這個房子的基本介紹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Room Tour吧 哈囉我現在終於要來開始我們家Room Tour 現在周節單位置就是門的地方 一進來的右手邊就是客廳 然後一進來的左手邊呢就是廚房 那我們先從客廳開始看吧 這裡就是我們的鞋軌 然後比較常穿鞋的花在這 就很便宜就在Target買的很一般 然後呢這裡是特黑 我們總共放了三盞燈 因為這裡什麼 這裡室內呢它完全沒有給我們任何燈鎖的廚房 然後這是我們的沙發區 就看電視什麼就在這嘛 然後這沙發超好睡 就是呢就是在這裡買沙發都很貴 但我們這個沙發在Amazon買 多少錢 就超級舒服 這材質就是那種融融的 就很舒服 而且它可以變成沙發床 然後我們有時候呢 有會在這裡吃飯 所以我們就會把餐桌的墊子搬來這裡 這個 然後大家記得這個墊子嗎 這是我們從我們宿舍就買的墊子 我們只是覺得這袖很可愛 然後我們就把它算在這裡 然後這裡我們就會曬毛巾或曬衣服 然後這是我們的電視 電視呢我覺得我們買的也非常的划算 它是50吋的 然後在Best Buy買 然後這是周杰的生日禮物 這是周杰安傑送周杰的生日禮物 很可愛吧 三個公仔喔 可愛 這裡就放一些可以白色的東西 一起吃麥當勒 抽到的玩偶 這一個 是我在Mr.Brick訂的 現在不是很有型這種人物畫嗎 然後其實Mr.Brick有不同畫風的風格 它有黑白線條的 也有像這種彩色 這是它最新的畫風 只是它的臉部表現就比較簡單那種 然後呢它有很多客製化的 shout vacation 然後我選的就是 它另外一面是鏡子 那我要放你自己 好厲害 然後呢這裡可以插花這樣子 就超級可愛 你不管送白在家裡 或者是你送情人節送你的另外一半 或是送家人送朋友 都超級適合 它還有很多東西 它還有賣水壺啊 還有賣一般的花啊 等等的都很多 就很喜歡 這對剩下呢我們在Target買的 而且你知道Target 那一件的app 就是你可以用的手機 然後呢 把那個家具放到你家 看看你覺得這顏色或是size 適不適合 我們的小餐桌 跟你們說 這個餐桌 是IKEA買的 就是 雖然說它真的蠻划算的 因為它是 這個餐桌 包含這四個椅子 但是呢 組裝真的是 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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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累 我主要讓它快生氣的那種 但是 還是蠻值得的 就以這個價錢來說 然後我們在這裡擺一些零食 等等的 歡迎來到我們家的廚房 這個廚房它就有附燈 首先 這兩個鉤子呢 根本不是我們的 但我們就是iPhone 23 然後 我們買了一個這個 Stam的長買了一個這個架子 因為我們完全沒有地方放這些器具 然後這個微波爐是它 租房子原本就有附的 我們就把微波爐放最上面 因為比較好適用 然後氣炸鍋 跟我泡咖啡的一些東西 然後這個就是 這是一個 算是雙人的煮飯鍋 很可愛 這姐從台灣帶過來了 然後這是我們從住宿舍 就用的煮蛋器 我發現那時候就發現 大家都對這個很有心虛 就真的很方便 真的 你可以煮水煮蛋 可是也會用這個蒸玉米 還有 蒸奶黃寶 對 還有蒸奶黃寶 然後這裡就 放一些可能買的食物 等等的 還有果具 然後這一個垃圾桶呢 我們後來發現垃圾桶好貴喔 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唯一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不在Amazon 也不在Keya 不在Target買的 我就上網瘋狂搜尋 哪裡比較便宜 然後這個儲具呢 都是在Amazon買的 就是很一般那種 然後但我發現 我們的這個 不是電磁爐 然後也不是那個火爐 它是很奇怪 就是 有導電加熱的那種 你不覺得長得很像聞香嗎 然後這是我們的烤箱 然後這裡 就是有很多很多軌子 算蠻夠用的啦 這裡就放一些泡麵 然後這裡就放湯包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 放那個 餐具 的地方 這裡就放一些 淋水的東西 這裡是我的 麥茶包跟咖啡粉 這裡是 咖啡豆 然後 煮泡麵 煮心麻麵的鍋子 還有 這是 欸你知道這什麼嗎 這是 這是我朋友 Veronica 他送我其中一個水泥物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 他印在圖絲上 這個洗手台 我要介紹一個東西 就是這一個 因為你知道美國水 他們就很習慣用水龍頭喝 所以呢我們就買一個這個 裝在這個原本水龍頭上面 你這樣子呢 沒有過濾的水 就可以洗完什麼的 但你這樣子 就變乾淨的水 你就可以直接來喝 這裡呢我們就放 碗啊盤子等等的 這裡就放 便當盒 杯子 然後這裡就放一些 早起沙發的 吐司啊 Vagel 還有一些醬料 這很好吃喔 這裡就是洗碗機 但我們兩個通常都不用洗碗機 但是呢 我們就把它拿來曬 當作曬碗的地方 這是我們的冰箱 這冰箱就很一般啦 冷凍跟冷藏 這我就大概夾起來就好 兩個門的廚衣間 然後周姊就放外套 然後我的行李也在這裡面 這邊 這是一個我們的廚倉間 有廚倉的感覺吧 這是我的廚衣間 然後我就把我的外套放這邊 然後我的包包 還有我的亞神帽 毛帽 跟手套 然後下面是一些比較不常用到的東西 登登 再來是 這裡 你們猜這裡是什麼 你說啊 這也是我們的廁所 小心 廁所很醜 好 一間的廁所呢 這是我們在宿舍就用的三個架 我們一人一層 就是很一般的廁所 洗手台 然後有浴缸的浴間 然後 好 這裡就不多說介紹 大家一定要給我介紹我們的 我們投資的小機器 就是呢 這裡兩個 它是吸鐵喔 它是磁鐵喔 然後我們的杯子就可以這樣 而且 它還給我們附貼紙貼 很可愛吧 杯子 杯子 然後 它蠻多儲藏空間的 這裡還可以放東西 上面也可以放 然後我們就把它吸黏放這 然後呢 特別的是 這裡可以擠牙膏 欸 可惡 我的電動牙紗在來充電 但反正就是 你牙膏就這樣壓 然後牙膏就這樣擠出來 這其實沒有很貴 那我就覺得 非常 非常值得投資 又可愛的 一個小機器 而且還不會佔空間 就是因為 它黏在牆壁上 它就不會佔用到 就是洗手台這些空間 就 很讚 最後就是我們的房間 這邊是周杰房間 然後這邊就是我的房間 準備好了嗎 哈哈 登登 歡迎來到我的房間 其實我也這個月才有 所以我拖很久 那移進來呢 這個小櫃子 我跟你講喔 我當初擺設這個房間 我真的思考很久 我還打電話跟我媽媽討論 然後那時候我媽就跟我說 我的書桌 不要背對門 因為這樣子風水不太好 所以我就把我的書桌 放在這個地方 最好還有一個東西 可以隔在書桌跟門的中間 所以我就把我的這個 在Amazon買的櫃子呢 放在這個地方 小小的隔著這樣 然後這是我 買的明星片 愛爾蘭跟芝加哥的美術館買的 超喜歡 這個是 一個黑膠唱片 即是Hannah送我的生日禮物 然後當然桌節送我的兩張 Bruno Major黑膠都還沒到 希望它趕快到 然後這我就 因為出門都會經過這 所以我就把我的飾品盒 放在這個地方 這基本上就是我的出物櫃 然後每一格都是分類好的 然後這是我的書桌 也應該是我最常待在的地方 這個桌子跟椅子 我都滿滿意的 然後都是在Amazon買的 這個Monitor呢我也超級滿意 這也是我打折的時候買 反正基本上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可以改天 如果你們對哪個東西特別好奇的話 我可以再一一跟你們介紹我書桌上面要什麼東西 但是先給你們介紹這個 這是我去年就日訂的一個 Henry的日曆 他就是每天呢你就可以撕一張 然後他會寫一個Quote 然後說E什麼什麼什麼 記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每天的都很有趣 然後他有一些超可愛的那個什麼結日 今天是喵喵肉球日 我從來不知道這些東西 然後我覺得每天 這個日裡也是這種每天起床的一個期待 來到這裡 我鋪了 首先我鋪了一個小地毯 因為我沒有很喜歡我們家的地板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地毯來鋪 然後這個呢 因為我很多東西要充電 那時候剛好在宿舍的時候 有買了一個這個袋子 因為很多宿舍的床都在二樓嘛 所以你要是綁在那個床的板子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把延長線放在二樓 然後你充電就不用跑下去 然後這個現在就可以繼續使用到現在 就把它線都藏起來就比較不會那麼亂 這是我的床頭櫃跟我的床架 它是同一個IKEA系列的 然後這裡我就把一些香水跟蠟燭 然後這是那種加濕的香氛氣 然後就可以點精油 然後這個呢 就是我這個燈 可以用我的遙控器充斥 就這樣我就不用爬下床關燈了 就這樣 然後可以變亮 然後可以換顏色 就是我生氣 然後床頭櫃我就放一些 香水乳飲 然後這一層就是放當書架 然後我的床 我跟周杰常見的床架都蠻一樣的 我就回台灣以前就買定了 然後可以預約時間 他再把我送過來 背套 我是在無印良品買的 因為我就很堅持 我房間一定要是那種 米棕色的色調 然後我就沒有看到喜歡的 就只有無印良品有 然後目前也都很舒服 然後我有洗過兩次 他也都沒有祈求 然後枕頭 是我從台北帶來的 真的超級好色 我找到第二個好色的枕頭 這裡就是我的衣櫃 我的衣櫃呢 其實它就是給我掛的 然後我上面掛一些衣服 這裡我就買了一個Amazon 就是超級便宜 它這一個就是你 它給你一片一片 然後你可以組裝起來 然後你想要組幾個都可以 然後我就組了九個放我的衣服 然後上面就一些比較 平常穿不到的鞋子等等的 這是我的衣櫃 最後的最後的 鏡子燈 跟一些卡片 這個鏡子呢 我發現天哪 我沒想到鏡子其實蠻貴的 我原本想要買那種不規則型 就是拍照很好看的鏡子 就太貴了 就下不了手 然後這個燈呢 就是剛剛那個可以遠端遙控的 然後而且它也可以這樣子移動 就是拍片的時候也很適合用 然後呢 我的門後呢 再次前屋主幫我留下了一個掛鉤 所以我就把一些我日常會用的toad bag 這個就是我假日 可能沒什麼東西要帶 我就用這一個 然後呢 這個也是intuition的toad bag toad bag 然後呢就是我平常去小學 我現在都帶這個 就算很多東西 我也不會覺得很重不舒服 所以我就把我平常用的toad bag 掛在門口 以上就是我們租的房子的room tour 就其實蠻大的 然後我這些家具 或是我剛推薦的東西呢 我都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裡面 然後有什麼問題大家都可以問我 好所以呢 我整理一些筆記在我的iPad裡面 然後我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呢 是什麼時候開始找 我自己覺得就是開學 一開學 就1月2日出的時候 就是現在 此時此刻 你就要開始找 也就可以開始找 因為真的是分秒必正 我自己是覺得 你要再回台灣前先處理好 因為你才可以看房子 然後呢你才房子不會被搶走 你趕快簽約你去 才可以安排很多事情 例如你的行李 應該先積放在哪 或是你應該一般人回來 還是9月初再回來等等 反正就會影響很多 所以我就建議 現在就可以開始找 然後呢 就會掏完錢 先把這些東西都處理好 再來是第二個 就是你找房子的方法 我自己就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是就是直接從 就是很普遍的租屋網 第二個就是找縱解 第三個就是找 直接去一個特定的大樓 或是一個租房的agency的網站去找 租屋網呢 就像是apartment.com 然後 剛開始我就是使用租屋網 就是你點進去 就有很多很多個房人 然後你 它會有個地圖 然後就像是Airbnb的那個網站 然後呢 就可以依照你的區域 看有哪些房子 然後上面價錢啊 還有空間 它有的設備 很多detail 它都會寫的蠻清楚的 也會有照片 然後你就可以私訊那個人說 喔我想要什麼時候去看這個房子 就可以預約這樣子 然後但那時候 我就沒有看到什麼特別 滿意的房子 所以我就沒有使用租屋網 第二個跟第三個方式 我是同時在使用 第二個就是 小紅樹也會很多人放房源 然後我就會上面看 有哪個我覺得值得新人的總結 然後我就會私訊他 然後他就會微信 拉群什麼的 你就告訴他你想要的條件 然後他就會找不同房源給你 然後他會給你影片 然後給你一些detail的那種資料 然後呢 他就會給你預約時間 然後就會帶你去看 然後第三個呢 是直接去 apartment website 通常這些都是讓你看 那個平面圖而已 或者是給你看價錢 但是你要預約要去看 就要回他的email 然後跟他預約時間 然後呢 再去看房子 預約看房子 整體來說 這三個方法步驟都很像 就是你先看一下基本資料 喜歡就去預約 然後就去看 再決定你要不要租這間房子 但我覺得 第二跟第三就是找大陸的仲介 跟直接去apartment website 我覺得這兩個有各自的優缺點 以仲介來說 他們的時間非常的快 從他給你房源到預約看房子 大概五天內都可以解決 他五天內就直接帶你去看房子 再來是他真的會 永遠都會有一些你不知道的房源 那些大陸的房源 他們是會給你看影片 然後呢 他們也會真的 直接告訴你說 他覺得這裡有什麼優點 然後他就真的帶你來看 就是他們真的對這些都蠻了解的 所以我覺得 可以好好利用這個資源 相對來說 apartment website 回的超級慢 就是 你傳email給他 他可能超級久才回你 因為 他就是有很多客戶 然後他可能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反正就是 你要跟他預約 他還不一定會回你那種 而且有很多都要排weblist 再來就是 當你去一個apartment website 你可能是很明確的問他 說 那一棟 你有興趣 然後你想去看 或是 你可不可以排weblist 你就只會明確問那一棟 所以假如說 你一次要看五六棟 那你就五六棟 都要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你不一定很快就預約的到 可以看房子 以時間來說 他大陸的仲介 比這間去apartment的website還要好 但是有個例外 像 BU附近 有一個蠻多人 學生都住在的一個大樓 然後呢 你就可以先問那裡的 已經算裡面的學長姐 所以當初跟他聯絡的人的那個email 你就不用從apartment的網站 寄email給他們 你可以直接聯絡 當初的學長姐接洽的那個服務人員 當然這兩個也有些缺點 例如像仲介呢 我覺得 有個缺點就是 他需要仲介費 所以仲介費呢 通常就是 一個月的房租 這三個方法都 有好有壞 大部分的process 就是 你先想上你的條件 然後呢 去找 然後呢 找到了就去預約看房 然後看房 就看你要或不要 不要就繼續找 然後要的話 那就趕快簽合約 講到這整個步驟的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想你的租房條件 除了是你要跟你的 roommate 討論好你們有什麼條件以外 你有明確的條件 你可以比較快找到你想要的房子 第一個很蠻重要 就是你到底要有幾個 roommate 第二點就是距離 離學校的距離啊 離超市的距離 離地鐵站的距離 都要考慮到 第三個就是價錢 嗯 就像我說 我這一間是 一個月1400美金 然後算 在這區域比較平價 那在這區域 可能 大部分沒有到太高級 但是住的就是也乾乾淨淨 很新的 差不多就是1800左右 1800到2000 那如果更高級呢 可能就要2000多 第四個條件就是 Apartment style 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一些很細細的東西 我不知道怎麼總稱它們 比如說 那時候我跟Daphne 就不太想要我們加油地毯 因為我們覺得 地毯都會卡頭髮 我們那時候 我是覺得我房間 一定要有窗戶啊 還有 我那時候廁所 不想要有浴缸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 淋浴的地方是浴缸的 第五個就是 你的安全 環境跟 有沒有警衛 是蠻多人來考量的點 像我這裡 當初我身邊的朋友 跟家人都很緊張 就是因為 我這一棟沒有警衛 然後呢這一條 就有時候 比較多party一點 但我後來租 我現在目前是覺得蠻安全的 我後來發現 就是有沒有警衛 除了是安全的問題以外呢 雖然我這裡的門 就是都有鑰匙都鎖什麼的 但我發現就是 沒有警衛 代收包裹 就真的包裹很容易被偷 就是Amazon很好處理 但如果你是從別的網站的話 你就真的 你一接收到通知 就要馬上衝下去拿你的包裹 最後一個就是 這一個大樓 或是這個房間 它有包含什麼 除了是你的月租裡面 有沒有包含 暖氣 水費 電費等等的 其他設備也很重要 然後像當初 我們開的時候 我就蠻想要我的房子 有包含暖氣的 因為不是很一定要暖氣嘛 但很多地方暖氣真的都超級貴 如果月租有包含暖氣的話 我就會比較安心 然後洗衣機呢 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房子 你的房子裡面有洗衣機的話 它是最好的 因為你就不用每次洗衣服 都還要花錢 但像我們這裡東 它的洗衣機是在地下室 然後它總共只有兩台洗衣機 跟兩台烘乾機 當然你可以做取捨 但是你在選房 你在挑房子的時候 可以把這些列入考量 像有些大樓 還有健身房 還有更多公共設施 好 最後的最後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在猶豫兩斤的時候 我是怎麼做出最後的決定 就把所有的價錢 列下來 一個月一個月 月租 網路費 暖氣 預估的費用 跟電費預估的費用 把它算下來 因為一個月 我算下來差別 或許沒有差很多 但是你知道嗎 一整年 這樣加加減減算下來 真的差了幾十萬台幣 就真的差了超級多 那你就可以想那幾十萬台幣 你覺得值不值得 所以呢 我覺得 租房子真的蠻需要精打細算 然後也可以問看身邊的人 還有家人的意見 對 就是這樣 希望我今天講的一些租房子的資訊 都可以幫助到大家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留言跟我說 或者是私訊IG跟我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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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